还有也是让居民饱受惊吓的是在新北市汐止区的伯爵山庄 昨天大雨尿车了土石流 紧急撤离了145位住户 他们说第一时间还以为是发生了地震或者是爆炸 而今天雨还是下个不停 山坡上更是有两座高压电塔 住户非常的担心土石再流失 电塔随时可能会有倒塌的危险 公务局虽然表示电塔的基座很稳固 但是周遭的土石不断的崩落 仍然有危险性 正在全力的加固边坡 大片泥流夹杂石快向下滚落 直接冲进民宅 新北市汐止区伯爵山庄 16号下午发生土石流 首当其冲的受灾户隔了一天重回家园 却看到这幅惨况 很大声像爆炸声一样 整个垮下来了 都完蛋了 而且那天我那天架开那天都垮了 不仅阳台窗户都被落石砸毁 泥流更直接冲进家里 客厅厨房满地泥泞 大量积水寸步难行 反正很悲哀的 水退都没办法回来住了 泥水扫都扫不完 住户真的好无奈 在这里住了三十几年 无论风雨再大 从来没出现这种惨况 还有人家里的天门 只差一点全被泥流冲破 从电台那边的土石 全部都淋下来 那整边的山坡地都滑下来 住下一楼急于严重 泥流直接从窗户往家里灌 现在每一步都走得艰难 汐止区整夜大雨下不停 虽然已经连夜撤离 一百四十五名住户 但留守家园的居民 面临一度大停电 实在气炸 都没电了 我手机也没电了 什么东西 电视也看不到 没事都安全无疑了 他们都是讲这一套 土石流范围临近两座台电 高压电塔 基座周边的土石 直到17号下午 都还持续在崩落 居民真的好担心 风雨继续冲刷 土石持续流失 电塔随时会倒塌 在帆布之后我们其实还会再做一个倒水沟 解水沟的部分 等天气比较稳定的时候 那我们来确认说 接下来的一些步骤的部分 台电压公务局勘查后 初步判定两座电塔基座稳固 目前先铺上塑胶帆布 避免边坡土石持续流失 只是附近住户密集 大家也担心水土保持 要是没办法及时改善 下回风雨再来 会不会又上演同样恐怖灾情 谢谢张老师 黄成波新北市采访博导 谢谢张老师